各位,上次8月15日,康喜在余化院设宴大会陆宫,全家团聚 知第十个儿子,仁基,山山来迟 康喜看着这个放荡不羁的十阿哥,笑笑口问 仁基,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回王阿玛的话,儿臣家被打劫 在进宫的半佬,又见到街上摆个地摊 很多卖的都是我们几个阿哥家的东西 儿臣就觉得奇怪,仔细看了一会儿,所以离迟了 康喜听见这么说,就莫名其妙了 什么话,你家被打劫? 第二个阿哥,为什么要卖东西?老十说话有骨地说 富王还未知吗?他们都是被强盗逼的 都未等康喜说,老十三人墙就坐不住了 他哭声站起,吐爆发地走到人机的面前 十哥,不过你说清楚点,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谁敢去你家里抢劫?又谁敢威逼众位阿哥? 老十说,谁能看得起这位人墙? 他正想找机会来出气 于是就阴阳怪气地说 呵呵呵,真是造财心虚 怎样?十三弟你不信吗? 好,你现在就去我府那里看看 那里已经是家空密井 你那几位阿嫂,只是家里哭到膝头绞眼里? 哼哼,大家同样是王子 有人在陪着父皇喝酒赏月,快乐逍遥 有些就被逼到走投无路,变卖家产 还说我来迟了,我来得到也算是有孝心了 太子人形听老十越讲越离谱 就想出面制止 老四人精也怕十三弟牛精会输舌 就走出来想说劝解 谁知他两个一看皇上的面 哇,嚇到骷髅似的 都嚇了一跳,坐下不敢动了 十三哥印象又怎样吞得这口气呢? 他生气爆爆地说 好啊,十三哥 今天我们当着父皇的面说清楚他 人家欠债还钱 你为什么不还? 我老十三讽子扮猜 哪些做得不对? 老十亦火滚了 我说,什么呀,什么呀 你还要我跟你说清楚? 屁! 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 一个淫妇山下的贱总 敢跟我说这些话? 老十说着说着 啪一巴 刮到印象的面倒 印象当然不输舌 也照样啪 刮到印象一巴 他两个人 你不服我就我不服你 干脆在一起 在地上滴滴滴去 打到难解难分 五康熙有二十多个儿子 其他那些阿哥 纷纷走上前来 有些真是拉 有些价价一圈 有些干脆站在一边看热闹 那些示威太监 见到两位王子大闹宴席 出手打架 定杀刑就不敢过去 那些宾妃工人 和年纪小的阿哥 就更加吓到乱哭乱叫 圈巴吵兵 唉,康熙皇上 你这次真是火滚了 好好地一餐折日家宴 竟然被这两个臭小子搞祸了 他会不发火吗 只要他啪 一啪桌面 个个都不准你 退在一二面 等他们两个打 打了嘛 拼命打 打死为止 众人见到皇上火红火綠那样 谁敢挖啊 就退在旁边 他们都知道康熙的脾气 从来自家严谨 对皇亲比对大臣嫌 对皇子又比皇亲嫌 那些皇子 哪个不怕这位老皇帝呢 打架那两兄弟呢 也都不敢打了 在地上爬起身 一边猛咬身上的灰尘 一边是恶死能登地挖着对方 突然间 老十三人墙走前两步 咔声跪在康熙的前面 富王 而臣不想做人了 做人有什么意思啊 而臣只是求父王说一句 而臣的生母 是不是贱屁淫妇 而臣我是不是野种你 知道了这些 而臣我死而无憾 我这木实嘴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阿秀的事 他能够一句说话说清楚吗 过了一大排他才说 老十三 你起身 朕今天郑仲宣告 你亲娘是蒙古讨借逃汉王的公主 他出身高贵 一生正派 深得朕的信任和喜爱 只是因为他命有阻滞 多灾多难 才自愿捨身向佛出家为离 从今之后 谁再说你亲娘 就是对朕的大不敬 朕 拳不会放过他 老十 你爬过来 那十个人机 就慢吞吞 来到康熙的面前跪低 一副死猪不怕滚水鹿的叛屁样 康熙很生气地说了 今天 你是故意激浸 还是有什么用心 说 人机早就摸透康熙的脾气了 你越是缩沙 他就越会生气 你越是硬撑 他就越会欢喜你 故此 他就演起他胸口 顶硬上了 回王阿玛的话 儿臣不孝 激怒父王 但是儿臣是被人逼急了才这样做的 大家一样是王子 为什么有人做债主 有人做债户 外面的官员 已经被逼死了十三个了 儿臣不想做第十四个 这样才忍不住开声 王阿玛声明 历朝历代哪有这么无人情 哪有这样的兄弟相逼 哪有将皇亲国戚 逼到破产还债的呢 老十三似着太子的势力 这样互作非为 父皇就算杀了我 我都不服了 这次户部清理国父借钱的事 那么很多官员就借了 外边的官员 有人因为还不起债 就怕朝廷处分 吊颈自杀的就确有其人 康熙也早就知道 但是他想不到 为了还债自己有些儿子 还要变卖家产 这种情形就令到他觉得一阵心痛 只他想深层 清理国父是改革弊政 整齐理智的大事 这么艰难才要做到现在 只要自己松下气 只要在自己儿子里开一条生路 就要前功尽器 再想重头做起就没可能了 故此 康熙就逼着狠下心来 堵住这个缺口 想到这样他就说了 好啊人计 说得好 说得真是好 你知不知道清理国父職贱 是朕的旨意 朕的决策 你将清理職贱看作为强盗行为 那不是公然欲抹枕 嗯 你生在皇家 识着朝廷的俸禄 养尊处忧 才不好好读书尚尽 为什么这些皇子不借钱 偏要是你借钱 为什么人还得 你不还得 今天朕率领陆宫 和众皇子合家团聚 共庆中秋 你山山来迟 已经是不公了 还要无理撒赖 欺凌皇帝 欲抹朕公 你 你心目中还有没有朕这个富王 还有没有大清社稷 祖宗的家法 朕再说多一句 清理国富即欠是朕的旨意 太子老四和老十三做得好 做得对 谁敢不服 谁敢违抗 朕却不会轻易放过他 人类 太监李德泉 是为德宁太等人就应声而出 奴才在 将人籍这个不懂规矩的混帐 压到忠仁府 重打十棍 拒压三人 渣 李德泉向两个小太监打个眼色 那两个人走上前 滴起跪在地下的十阿哥人机就说了一声 十爷请 一场好好的家宴 就这样不欢而散 为了十阿哥的事 皇上康熙 激到整晚都没有睡好 第一早起床 只觉得头温老丈 心水不灵 总管太监李德泉见皇上起了身 就连忙进来请安 康熙问他 李德泉 你有没有去见过老十阿? 他说了些什么? 回曼瑞 奴才一早就去看十爷了 奴才去的时候 太医和他敷金仓药 十爷哭得很伤心 还很后悔 十爷说 昨晚他不应该搞我老爷子的预演 如果将曼瑞激出病 他这个做仔的 就算是千刀万挂都熟不回序 十日要奴才 劝下主子 见到主子开心了 就说声给他知道 请万岁爷 准他进宫 和主子爷陪序 请安 和 看起是深如明镜 冷笑一声 算了 我才不稀罕他来和浸雨后送山 欠这份假恩勤 嗯 今早早 还有没有人请见 回主子 魏东庭大人进了经 在西华门外帝牌子 请见主子 一听魏东庭来了 看他立即转休为起 蛤? 苦神来了 快点传他进来 老师为魏东庭震腾腾地进来 他现在已经是连近鼓起 又体弱多病 当年在皇上身边做一等示威那种 拔山江顶 慷慨悲歌的豪迈气概 早就荡然无存了 入了养心殿 他跪低叩头 老奴才 魏东庭 恭请主子禁案 看起见魏东庭头发胡桑都白了 老太隆忠 不由得一阵心痛 连忙就说 快点起床 刺座 上茶 虎神 你这个老家伙 这么久都不来看看朕 是不是又病了? 朕好挂你 上年听说你得到药质 朕似给你的金鸡蜡商丸 你吃了没有? 需不需再刺一点? 魏东庭下激动到老内中横 回主子说 主子刺的药 奴才吃了 十分见效 还没用完 奴才收起来看门口 那些药是海外进攻的 皇上得之不易 太矜贵了 奴才哪敢随便用呢? 奴才都快七十岁了 还想托主子的福 唱多几年命呢? 康熙也很动情地说 唉,你这么说 你是朕的奶哥 又从朕登基开始 就在朕身边的侍卫 朕对你 怎样跟其他人呢? 唉,时光真是快 转眼就四十五年过了 当年的父政大臣 尚书坊大臣 死的就死了 坏事的贬官圈禁了 总之 结局好的时候 坏的多 现在 就剩下你 木子许和武丹的老侍卫 你们要擅自珍重 长多几年命 为朕保个好明星啊 啊 朱子说得对 说得对啊 上阵子 听说洪次女都作古了 朱子身边的老人 越来越少了 不过 江山代有人才出 郭领锋数数百年 应该是到下一代出力的时候了 奴才这次进京叩见万岁 是想主子给一些博面 来帮方包求个情 这个方包是个出名的才子 虽然说 这方牵连入大明世间暗道 直方包一死 同城派的文坛 就会伟美不振 未免可惜了 看起来想了一会儿 很宽容 啊 这件事难得你这么记挂 四十哥和八十哥都帮方包来讲情 朕已经将方包卸面了 嗯 你始终都是朕的老神 知道我在太平城市要珍惜人才的道理 杀人不是讲笑的 头斩了下来 就安不上去 好像这样的事 上司坊本应应该拿出一些意见来 知他们一个一个就装聋作瓦 故意不出声 非要朕亲自过问 亲自处置 唉 朕都老了 精力不够 事情不分大势 事事操心 那怎么行呢 康熙这番话就讲得很切身 也很和善 魏东庭只是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皇上对他确实是不同帝果 他正要答话 见到康熙揮下手 就叫开了太监 小声说 东庭 朕要问你一件事 当年朕第一次南巡的时候 杨喜龙在南京架起红衣大炮 想炸死朕 这件案是你和木子许办的 当时 听说太子和四十个人正想给你们两个一些礼物 想些什么 为什么要想 你对朕说老实话 哈 康熙突然提出了这件事 说话就说得平平和和 既没有责民的语气 更加没有怪罪的意思 毅东庭就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发梦都想不到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康熙会突然提出这件事 他又怎样知道呢 那以前一路听到这个鼓下来的听众大概还记得 那年康熙南巡 派木子许去南京和毅东庭一起秘密安排 他们两个在清查假诸三太子杨喜龙建案的时候 涉及到江南总督葛礼 查抄葛礼府邸的时候 又发现了葛礼和索雅图之间来往的密信 就在这时候 毅东庭木子许 同时收到以太子和四十哥名义送来的礼物 一把鱼衣和一件恶龙袋 他们两个就估不准这里面有什么内幕 只是将杨喜龙正法 放过了葛礼和索雅图 也瞒着这件事 后来葛礼被人征四爷的门下连羹瑶杀了 索雅图也遭到了圈禁 毅东庭以为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永远不会败露 今天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 皇上突然问起 毅东庭认也好 不认也好都是欺君之罪 都是杀头灭族的大罪 唉 就算毅东庭一向这么胆大心势 就算他一向这么深得康喜的绝对信任 事都临头 他都不知怎样回答好 就在毅东庭凹了下之间 证明个人的康熙已经从毅东庭那种变貌变色 手足无措的举止中看出 这件事是千真万确 不容置疑 于是他说 虎神 你不要怕 这件事朕早就知道了 只是想等你来证实一下 太子当时陷得有多深 你大概没想到 事情已经出了 掩是掩不住的 掩到最后 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的 魏东庭事后皇上这么多年 康熙的脾气性情他会不知道吗 事情到了这一步 如果他再有半句假话 立即就会招来离天大和 所以他不敢隐瞒 立即跪下就说 回主子 今天如果不是万岁亲口问奴才 奴才粉身碎骨也不敢暴露这件事 当年太子和四爷 确实是想给奴才一把鱼翼 想给牧子去一个饿笼袋 为什么要想奴才也不知道 只是模模糊地觉得 葛礼件案涉及到索额图 也拎着太子 所以奴才就唯有急急结案 二十多年了 这件事也成了奴才放不下的一块心病 以奴才如见 当年太子十一岁 四爷才七岁 就绝不会自己做这样的大事 恐怕是索额图 假冒太子和四爷的名义做的 主子姓名 当然能够看出其中的缘故 不过 不管怎么说奴才都有欺君之罪 请主子降子处死 毅东庭讲完就派地下扣头扣得出血 累流不止 看起从毅东庭到 再次证实了索额图当年谋反的事 那当今的太子印刑 就是索额图的侄孙 看起又会怎么对这个太子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回分解